受京都府之邀 文总举办的台湾Plus 2024京都新宝岛将于5月11日到12日于京都圣诞展开 文总于5月7日于脸书宣布 拥有大批台湾粉丝的京都举高效吹奏乐部将在5月11日下午 在台湾Plus京都现场让京都市宣布馆第三展示场演出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在台湾见 各位同姐大家好 台湾Plus已批判第五届此次为首度前进京都 文总在脸书贴文表示 京都恰恰是橘色恶魔的所在地 身为地主的橘高效吹奏乐部已答应参与活动 为台语友情带来演出 这次放门想去京都找橘高效 橘高效里的歌放在地上发文 表示非常期待大家光临 11分之五的台湾Plus2024 也吸引台湾粉丝留言 期待台湾Plus的演出 台湾永远欢迎并支持京都橘高效吹奏乐部 近期为前往美国玫瑰花车游行目击的橘色恶魔 日前已成功莫达1亿资源的目标 橘高效也向所有台湾支持者表达衷心的感谢 文化总会律师长李河沁表示 昨日三月台湾加深花莲地震 文化总会马上就收到橘色恶魔的关心 见证台日有情不可惑 有意的建议没有接近 后果一次又一次交流增加彼此对话 こういう准备大きなイベントに呼んでいただいて とても嬉しい 这也是台湾第一次与橘高效吹奏乐部的新任部长 指挥以及所有一年级新团员合作